蚩尤大帝霸气是神 而尸铁兽更是一雄当先 当宙斯完全爆发之时 人黄也将再次出现 就在刚刚 蚩尤大帝手持天龙破产阶 用力一挥 九条黑龙顺势而出 只取北游身亡奥丁 当这九条黑龙全部侵入奥丁体内之后 这个北游九届霸主命运当场 然而这一切似乎并未结束 奥丁所在位置 一个无比璀璨的神格 缓缓的飘了起来 不远处 宙斯老头眯起了双眼 似乎早有预料 竟在第一时间 双腿发力 想要夺取奥丁神格 板空中的蚩尤大帝 发现之后 他高举天龙极 一瞬间 巨大的脊刃凝聚而成 狠狠地劈了下去 不错 当他发现 宙斯想要夺取神格之时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将其毁掉 但蚩尤没有想到 这奥丁神格 似乎与其他主神神格完全不同 这七彩光芒乍现 当天龙极劈下之时 竟在瞬间被完全弹开 由于持有力量巨大 这反振之力 也挣开了他右手糊口 天龙极也嗡嗡作响 同一时间 宙斯已经到达了神格旁边 七彩光芒 也难掩他眼中的贪婪之色 如果他能成功地 吸收掉奥丁的神格 那实力也绝非是 一加一等一二 那么简单 这千年来 他的境界从未能够提升 为此 他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但此刻也正是 他突破的绝佳时机 这个时候 宙斯伸出了右手 想要触碰神格 可就在这紧张的时刻 施铁兽竟再次出现 这个上古神兽 摊开了双臂和利招 朝着宙斯胡乱拍打 想要干扰对方 虽然施铁兽伤不到 宙斯身体 但也让对方 下意识地仓促躲避 这个时候 施铁兽瞅准时机 露出了尖锐的獠牙 一声大吼 指着一声 差点猛死场上众人 就连宙斯都下意识地 想要撸上两把 原来 这个来自华夏的上古神兽 竟蕴藏着双重性格 当年 赤游与烟黄二帝决战 招致惨败 这石铁兽就是最大的变数 当然 赤游已经心知肚明 自然不会把希望 完全寄托于石铁兽上 只见他带着霸道无比的力量 刺向宙斯 而宙斯的命运 难道和奥丁一样 命丧当场吗 当然不是 就在天龙级距离 宙斯一直出时 宙斯的右手 已经触碰到了七彩神格 神力迸发四射 赤游竟被肢解崩飞 而此时的宙斯 全身被七彩光芒 包裹了 缓缓升起 那磅礴的神力 如实质一般 飘于场内 压得赤游无法直升 只见赤游大地 双腿用力支撑 脚下的地面 都开始塌陷 可也就是这可怕的压力 就让一旁 一只熊熊燃烧的 不死鸟蛋 突然裂开 人黄也即将再次出现